Hello 创业家们 今天企业建议带来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用你分享的是 每日预见杜拉克8月12号文章 新企业的现金管理 根据资深银行家的经验法则 你要假设公司的应付账款 必须比预期早60天付清 应收账款则会晚60天收到 开创新事业的创业家 鲜少不在乎钱 反之他们往往很贪心 因此十分看重获利 但是对新企业来说 这种想法根本是搞错重点 获利应该摆在最后 而不是第一顺位 现金流量资本和控管 远比获利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 获利数字都是虚空 企业或许能维持 12到18个月的好光景 但是接下来便烟消云散 成长需要供养 就财务方面来说 这意味着新企业的成长 需要增加财务资源 而非减少 新企业越健康就成长得越快 也越需要财务面的供应 新企业需要分析预测管理 它的现金流量 事实证明过去几年来 美国新兴企业经营的 远比以往的新兴企业好 高科技公司是明显的例外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 他们已经了解到 创业需要财务管理 倘若有可靠的现金流量预测 管理现金流量便轻而易举 而可靠意味着设想最糟的状况 预测太过保守 最糟的结果不过是 暂时的现金盈余 今天的思考与实践 针对新企业的现金流量 与现金预测 设想最坏的状况 并密切追踪 应收账款与存货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业模式 网络行销 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QQQ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 我 双华君 我们下给面见 拜拜